朱學恆是青藍名嘴 不 他是投機主義者 誰執政就罵誰 罵誰有聲量就罵誰 我告訴你 我被他罵了兩年 整整兩年 真的喔 他之前是狂罵國民黨的人 我離開國民黨開始罵我 他說我沒有核心思想 我是見立妄議 我是沒有種的將軍 請問你有種 對 我沒種 我沒有種做這種噁心的事 你有 他在自己的直播上 對不起 我斷片 我不知道我沒有做 可是我不否認 斷片了 你怎麼離開這家餐廳的 被抬出去的嗎 還是有人把你扛出去的 怎麼會斷片 來 鄭君 我覺得剛才很多人都說 朱學恆是青藍的名嘴 不是 青 動詞 藍 瘦子 他是真的是去青 這非常噁心 非常噁心 剛才說到為什麼徐曉青 會送給朱學恆溫暖 你知道嗎 魔鬼只怕比他更可惡的鬼 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鬼比他還有可惡 是非常可惡的惡魔 鍾沛君當時為什麼會寫 我仔細看了他整體的陳述 他忍了很久 因為他認為是朋友 可是我要不要忍 可是他在一個場合裡面 朱學恆坐他對面 然後正在評論性騷擾的事情 對著這個性騷擾的事情 趾高氣昂 道貌岸然 他當場快要飆淚 他一直告訴你不能哭 不能哭 我要戳破這個人 在那個當下 朱學恆你對面做的事 你曾經欺負過的人 你怎麼可以大意 這麼道貌岸然的去批評別人 講得抑正言辭 甚至還有人說他這樣講很正常 還有人說朱學恆這樣講很正常 對不對 這個人也是個很奇怪的人 他說很正常 正常什麼 是你覺得他吃人家豆腐正常 他搶尾人家正常 還是說他的行為跟你一樣 你覺得很正常 所以我覺得這一些叫做現行劑 朱學恆是青藍名嘴 不 我告訴你 他是投機主義者 誰執政就罵誰 罵誰有聲量就罵誰 我告訴你 我被他罵了兩年 整整兩年 我離開國民黨 他之前是狂罵國民黨的人 我離開國民黨開始罵我 他說我沒有核心思想 我是建立妄議 我是沒有種的將軍 請問你有種 對 我沒有種做這種噁心的事 你有 然後昨天在那個節目 他在自己的直播上 吳怡丁離開 因為他講不下去 吳怡丁離開 他自己留下來說 他沒有 對不起 我斷片 我不知道我沒有做 可是我不否認 斷片了 你怎麼離開這家餐廳的 你是怎麼 被抬出去的嗎 救護車把你抬出去的嗎 還是有人把你扛出去的 怎麼會斷片 怎麼會斷片 不要用失去意識 來企圖逃避這個罰則 你就是侵犯人家 你就是侵犯人家 你就是強制親中培軍 還親兩次 所以不出來 一起來譴責他 我的臉書上很少 我的粉專很少道人是非 我昨天破戒了 我就是針對朱璇的事情 我說這種事情 噁心到底 戳破他的偉君子 這全國都要譴責 我告訴你 藍營的朋友 他不是親藍 他不是親藍 他是哪裡有 身上就罵誰 他罵過的藍營的人數少嗎 馬英九罵過沒有 他也罵過 洪秀柱連他連洪秀柱都罵 他沒有沒罵過的人 他就是什麼 俠聲亮霸凌反對他的人 順我者昌 逆我者亡 這就是朱學衡 所以這種人 還讓他在媒體生存 這種人 還讓他繼續上電視 這種人 還讓他開YT 我告訴你 一人一人捲取下架他 這種人 不要說 配不配當媒體人 這種人 不配做人 還有人出來爆料 這個人爆料是 也是我們同業資深媒體人 叫朱凱翔 他在節目上面就說 他知道這件事情 已經半年多的時間了 而這個周媚君 以及跟他們一起吃飯的H友人 夫婦 其實都跟朱凱翔他們 講過這件事情 而所有在場的人 當天在參序在場的人 都一致認定朱學衡 並沒有喝醉酒 所以斷片之說 完全只是希望 只要脫醉 那朱學衡的脫醉 還包括了這個 因為他在事情 爆出來的時候 他第一個時間 PO的臉書是說 我的確犯錯 也會面對一切的後果 在此向所有被我冒犯的人 道歉 對 第一個 這不是犯錯 這是犯罪 第二 所有 到底是誰 還有誰 所以應該不只一個囉 中沛君 後來就有被 這個下面留言的說 不只一個 對 到底還有誰 結果他後來就改文了 他立刻改文 立刻修改文說 在此向中沛君議員 和所有社會大眾道歉 所以其實就是說 恐怕被他用同樣手法侵犯的 不只是中沛君一個人 那在這種狀況底下 其他有過同樣子 這個遭遇的人 其實我覺得也不妨就 跳出來指認 讓他受到應該有的懲罰 因為這是一個犯罪的行為 那所以我覺得 就是說 中沛君真的夠堅強 他還跟他同臺 就是在事情發生之後的 這半年多的時間 其實他們 都還有曾經同臺過 而厲害的是說 朱雪兒 真的是 表面上看起來 哇 這個 這個 我跟你講他這兩天還在講說 民進黨的相關社交 這些事情 他講的議政辭言的 對 他還可以去攻擊別人 爆出來的性騷事件 就是其實你自己才是那種 最髒 最噁心 難道女仓行為不減的這種人 然後你去指責別人 哇 怎麼可以這樣 我覺得太噁心了 所以你自己是這種行為 你怎麼有臉 這也是中沛君想問你的 你怎麼好意思 昨天看到大家很震驚 因為這兩個都認識 那之前就有聽說 他們兩個好像有吵架 不知道什麼事 所以後來中沛君昨天 文情並茂地 把那個整個過程PO出來 其實大家看到都非常震驚 當然也非常心疼 那現在朱璇我覺得 現在剛剛那個貴雅講的 他有可能會面臨到法律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昨天中沛君 他在他臉書上有提到 一個非常關鍵的東西 就是監視器 對 他的包廂有監視器 他說這個監視器 沒有想到會改變他的未來 為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那個監視器 應該是有錄到 有錄到那個朱璇 搶穩他 對 或是親他 然後那朱璇講說 反正你們也不會記得 但是感覺 從中沛君昨天PO的文 出來看出來 他記得非常清楚 所以他就是違反他的 對他說嘿嘿 反正你明天也不會記得 也不會記得 我覺得這裡是蠻誇張 而且他後來有解釋 因為他也是在開直播的時候 然後就可能有網友的訊息 或是怎麼樣 他就看到新聞 怎麼會有這件事 他說因為他喝太醉了 斷片 可以解釋的過去嗎 對 所以到時候 如果這個有進到司法程序 那個影片都可以還原 你有沒有斷片 其實你都看得出來 而且他不是還講說 他要叫Uber 所以這個其實是可以判斷的 那現在問題就是 如果中沛君認為他是 因為強制猥褻罪 跟性少女罪 他的刑責不一樣 性少女比較輕 然後強制猥褻是比較重 強制猥褻是說 如果你有違反當事人意願 用比較強暴的方式 去對他親吻 或其他的猥褻動作的話 這是強制猥褻罪 對 是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 那如果影片或者是 中沛君認為描述 可以去認證 認定說這到底是強制猥褻 還是性少女老 假如如果是強制猥褻 真的就比較嚴重 所以朱玄好像 我看他今天也都把 他的臉 YouTube都把他關閉了 變成就是說好像 無限期 無限期停止 停止公眾活動 對對對 那這件事情其實對他是 一個還蠻大的傷害 我覺得他今天真的是 讓我覺得非常勇敢 因為他指控的是一個 對他政治路上有幫助的一個 青藍的名嘴跟網紅 所以他今天會站出來 要去講這個 我相信他是鼓起非常大的勇氣 甚至面對他是公眾人物 大家知道他有被對待過 這樣的事情 我相信他心裡面 承受壓力很大